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我们的地面部队仍然保持坚挺 沿阵以待的日子已经远距了 你们陷入了激烈的能量频率战争之中 并且你们对这样的苦难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于那些心怀人道主义利益的人来说 对于那些已经见证过苦难和过程背后的伤痛 已经准备好为世界服务的人们来说 数字9是一个象征 就像正在阅读这则讯息的你们一样 我们都在为干亚提供服务 我们服务住 我们支持着 我们提供着我们的光明与智慧 然而 我们不断地被这种奉献的循环所祝福住 因为我们的力量和智慧 理解和洞察力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加深 秋天的色彩正在变化 这就是人类集体内部能量频率的集体彩虹 通过一次次的升级 你们越来越像银河人类模板靠近了 这是你们注定要成位的样子 就像风在树丛中沙沙作响一样 人类被大量的能量冲击住 使他们的树枝弯曲 但你们却静止不动 你们不屈不挠 黑暗存有也惧怕你们 他们担心自己的灭亡 我们觉得现在是时候了 我们要增强最新门户的升级了 你们之前一直都只是进行着微弱的接收 升级能让你们更加轻松 也让这些能量有更强大的流动 我看到并感觉到盖亚周围有着彩色的天使翅膀 他们用正在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光线创造出了自己的光之冷静 我看到这些光线把盖亚上的灰色烟雾消散未明亮的冷静光 亲爱的医们 你们可以请求对你们的身体系统进行升级 以使进一步的能量流动和增强变得更轻松 好的 请进行升级吧 让我们的光进入并感受进化 添加你们自己的光 你们自己的进化意图并与我们合作 一 必须是一个积极参与到自己的疗愈的参与者 我感到周围所有角度的彩虹光柱都深深地渗入到了细胞和DNA 中 我充满了光 我们是大天使集体 你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你们的工作并没有被忽视 你们是银河系和灵性领域的英雄 在那里 你们做的一切都为人们所了解 喜爱和赞赏 在那里 你们努力背后的能量都被了解并看到 我们都知道 这种化身对你们许多人来说都是最困难的 而且你们已经很疲倦了 盖亚也以准备就绪 把你们刚刚接收到的光之疗愈带给她吧 赤脚走在草地上 把你们的爱发送给她 她会千万倍地返还给你们 因为给予和接受的本质就像我们展示的这一个无限符号一样 给予和接受维持了生命的流动 疗愈的流动 接纳的流动 你们都有很多方法可以给予 去服务 疗愈或者分享一顿饭 它不仅仅只需要金钱 因为我们看到并感受到了压力 但不会一直这样的 随住人类的解放 有缺陷的金融体系的解放 已迫在眉睫 变革正在进行中 你们是安全的 有保障的 受到保护的 被爱的 一切具足的 我们感受到了那些等待了一段时间的人的沮丧 但请记住 这是你们要早起来完成的任务 这是你们自己选择的任务 我们会提醒你们的 而对于那些刚醒来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他们的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了 他们开始对周围的烟雾和镜子产生疑问 从而产生了内在的问题 向他们发送光和疗愈吧 但要知晓 我们所有人都在许多方面 各个维度和时间线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知晓所有事情的进展都比以前预期的要快得多 因为被唤醒的人类能够保持更多的光 与你们自己的内在之光合作 把它连接到盖亚 源头 并闪耀起来吧 闪耀自己 呼吸自己 成为自己并与自己对齐 去成为你们真正之所示的灿烂的光 变革之风正在席卷盖亚 在它之上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变化 我们很感谢这个时代 让我们见证了真理的巨大变革 我们是大天使集体 我是你们的母神 孩子们 你们被深深地爱住和赞赏住 我高兴地把你们拥入怀里 当你们看到这个摇摇欲坠的面纱背后的事物时 你们会明白并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极大的自豪和喜悦 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完成了你们部分的任务 因为你们正在以极多的方式去照亮其他人了 新任务 新道路将很快向你们显示 但就目前而言 当你们被要求休息时 请休息吧 身处于所有这些外部混乱之中 请让自己变得轻松而温柔 不要让他碰到你 牢牢抓住并锚定我的爱 在你们内心深处的真理之光中 知晓你们是能胜任这项任务的 我看到许多上了年纪的母亲向成年子女们道别 我看到充满皱纹的手在年轻人的脸上涂着战士漆 母亲向十几岁的孩子说再见 你们已经做好准备 有你们就足够了 我们与你们同在 我与你同在 感受大天使的围绕 他们全部都在为你们加油助威 并热切地期盼着看到你们的成功 每过一刻 光就更明亮了一点 这揭露了似乎仍然存在的黑暗 不用理会 去玩吧 去笑吧 去看书 去充电 保持着爱与希望的频率 你们将为盖亚和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我是你们的母神 我用最温柔的爱环绕住你 我为我的孩子们感到骄傲 相当的骄傲 以彼此为荣 在这条狭窄的道路上互相鼓励 我看到在陡峭的山峰的边缘有一条金色的小路 我看到这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 但是在我身后还有很多要走的人 这条金色的路必须扩大才能容纳他们 这条路已经在这座陡峭的山边的非常边缘的地方了 我看到我身后的金色道路不断扩大 变得足够宽阔 人们可以一同走在上面 右侧的金色色调保持不变 但延伸的部分是彩虹 闪闪发光 生机勃勃 我看到人类走在这条路上互相帮助 如果一个人摔倒 就会伸出许多双手把他们拉起来 但如果我们仍然感到孤独 那是我们的选择而已 我们带领着众人 领导者常常会感到孤独 但我们的工作是值得的 我在喜悦的泪水中看到这一切 母神也哭了 孩子们 你们是被如此的爱住 被如此的欣赏住 我看到在彩虹之路下面的是天使 属灵家庭 母神和父神 以及所有为人类疗愈的意图和祷告都在支撑着这座桥 我是你们的母神 不用很久了 孩子们 不用很久了 以你们的存在感受我的喜悦 保持平和 优优独播剧ized by哈